来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讯息 那当然这次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台湾的 这个重要人士 可能要到大陆去 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马英九去 马英九去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主席讲的这个话 信息含量很大 但当然了 我必须这样讲 两岸分隔已久 台湾人对于阅读官方文件来讲 其实会有一些障碍 尤其是大陆的官方文件 所以今天我在跟介大使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语出惊人 他抖内的内容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这个习近平讲的话 你可能要去看新华社的社论 比较看得懂 什么意思呢 就解决台湾问题 是需要时间 但是不等于是无所作为 跟被动等待 稳定性需要时间 都是很重要的讯息 稳定性需要时间 很重要 新华社的社论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慢筒 慢筒 我们过去很多人 大家很多人讲集筒 有没有 五筒 集筒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 稳定性需要时间 说明是慢筒 回应了集筒派的要求 同时也让台湾老百姓安心 然后他说 大陆这几年发展得太快 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需要时间去了解大陆 这点是真的 你不要讲别的 官方文件 台湾人真的是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每个字都认识 每一句都会念 但是加起来真的看不太懂 然后他说 我台湾朋友就说 习近平讲话 让他放心 认为可以合同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慢筒这件事情 需要时间 那怎么说呢 第一方面 当然这个美国的部分 要搞定 那第二个台湾 当然还是希望能够融合 能够融合 因为毕竟呢 又不是像以色列 就是横扫加撒 那接下来 大家是一家人 是要坐下来 是要相处的 所以我问一下立将军 那你怎么看待 接下来这个台湾人 支持九二共事的 就一团一团的过去 当然韩国瑜是今天没有承认 没有否认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我赞成韩国瑜 这次接受这个邀请 去国际那边接受访问 但是 我先讲一下 是不是有这件事还不知道 因为这是上报等等 没有获得证实 如果说这时是真的有 这个大陆来讲的话 确实有邀请他来讲的话 我鼓励他个人 一定要勇敢的接受 这个邀请 然后勇敢去参加 但是他也一定会被绿营来讲 骂得粉身碎骨 他不去也会被骂得粉身碎骨 其实绿营比较会骂 蓝营大概骂的功力 还没有人家绿营的一半多 我特别要讲这个 但是我建议韩国瑜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你除了自己要去之外 你不要光带着国民党的 这些立法委员去 你今天重点是 你最好能够把这个民众党 跟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也邀请一两个代表性 那就代表更有完整的一个 民意的代表机构过去 那民众党我认为说 是可能性蛮大的 他参加的议员应该不会 因为他说走中立路线 如果有机会跟大陆来讲 面对面的沟通来讲的话 我相信民众党 依照他党的这个个性来讲 于是柯文哲也讲过说 两岸一家亲嘛 在这种理念之下 我认为民众党愿意参加 可能性很高 现在是民进党会不会参加 但我大家不要认为说 太早打上说 把民进党就认为说 他们就是一成不变 我讲其实民进党很贼的很 他聪明的很 他会视实物 任心如实节 如果说是大陆来讲 对台湾有示出一些战意 他来讲他搞不好会抢这个功 如果两岸能够和平下来 两岸能够不打仗 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抢功的机会 就他个人来讲的话 他非常会盘算 所以大家不要一开始认为说 民进党只会骂 他不许参加 搞不好就是会有人会参加 而且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跟着韩国瑜一起去 尤其是这次来讲的话 如果人大委员会亲自接待的话 那是一种对等的地位 你更没有理由说不去 其实如果说是他降规来接待 比如说只是国台办接待啊 或者是谁地方政府 一个县市首长来接待你来讲的话 可能你会被骂 但是如果说是提升到人大委员会 不管人大委员长这个职务 在大陆上面是实选还是实选 但是他就代表了大陆上面 最高的立法机构嘛 代表民意机构 这个是最高的民意机构 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说是两岸来讲 如果对等 你要求的时候对等谈判来讲的话 韩国瑜这时候去 虽然说他会被骂 可是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在整个台湾的生存立场来讲 于是现在来讲你 我特别要说韩国瑜去还有一个 你是代表多数民意哦 你是六成民意 因为当初你选出来当立法院院长 虽然说国民党只是超过少数的半数 但是民众党内设投票他弃权 那他弃权很明显就是说 他是支持国民党 反正你会当选不差我这八票 我就不用去凑这热热热闹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相信民众党也是支持韩国瑜 当这个立法院院长 所以韩国瑜事实上有六成 多数的民意支持你 那你怕什么 你就勇敢的去嘛 你去你再带这些立法委员去的话 各党都有代表去的话 更代表你的公正性 我觉得丽将军的提议真的是很好 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见这个 马英九的时候说嘛 要越走越近越走越轻 这情感诉求 当然我觉得一定要接触才能够了解 很多事情百闻不如一见 你到大陆去之后你才发现 跟媒体报道的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特别是民进党应该去 民进党也应该勇敢迈出脚步 也应该 要实在你要了解大陆 对啊 要看一看嘛 是不是 土雕屎根本都搞不清楚 他没有信心 他信心不够 对啊 好 所以这个立将军的这个建议 应该要传给韩国瑜 好 我们看左边这一块 有韩国瑜啊 又有布林肯 其实讲的是什么 讲的都是520前的总统的动态 马上520赖清德就要上任了嘛 赖清德成为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然啦 这个一切的一切 这个开船的人很不一样啊 那这艘船会往哪里开呢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个动态 第一个啊 上保独家披露了这个 看起来怪怪的讯息 说大陆呢要将规划中 本来是国民党立愿访问团嘛 调整为邀请韩国瑜率团啊 那时间呢 据说是8月休会期间到大陆访问 那到时候谁来这个主接呢 会由这个大陆的最高立法机构 就赵乐际来接待啊 就是立法对立法的概念 那是吗 是不是呢 那当然这个从这个 我们看到马英九去之后呢 接下来好多人嘛 包括这个傅宫吉有帅一团 然后洪秀柱也帅一团 之后还有连胜文啊等等 其实大陆的大门是敞开的 只要认同九二共识 都可以来大家一家人好说话 坐下来谈 那韩国瑜会不会去 当然这个问题还是有些敏感 尤其这个时候呢 韩国瑜把重心都放在立法院 所以今天有个场合记者有去问他 但他没有回答 当然没有回答的本身 我觉得就是个讯息嘛 他没有正面承认 但是也没有否认 是没有回答 这本身就是个讯息 好这个是520前的一个动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上快点赞 顾对于帮助导致 颜色热 主意里头 臣到帮助导致 额外 导致 317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